接种疫苗之后的不良反应跟死亡通报 再再都会让民众心理压力很大 因为对疫苗接种既担心也害怕 但不能不打呀 那么今天出现了台中一名41岁 男子接种高端疫苗13天之后 期间急诊去了4次 但最后还是不幸猝死的消息 而整体案件现在已经进入了 遗体解剖的阶段 希望可以真正的厘清所谓的真正死因 而对于各式的疫苗不良反应通报 CBC表示说 目前全台有700多万人接种AZ疫苗 其中10人出现所谓的多发性神经炎的反应 但直接关联性其实还在查证 而今晚单位早是要提醒说 即将要接种的BNT疫苗是学生族群 如果接种后28天 你有呼吸急促等等阴觉的症状 一定要就医 因为小心可能会是新经炎 不过我们就来看到 其实指挥中心也宣布了 9月14号10点开始 它开放了12岁到17岁 那么看到是不在校施打 及不在籍 看到学生们 那么登记BNT疫苗接种时间 而至于在国内有医师 登高医护呼吁政府说 是否可以让已经打过了AZ 对不起第一剂是莫德纳疫苗 此时却因为苦等疫苗 疫苗不足的关系 等不到第二剂的民众 可以看法混打AZ加莫德纳疫苗呢 而对于这样的情形 你看到学生官今天则回应了 没有必要打这么凶 说第一线疫苗是有开放之外 其他部分并没有要开放的意思 而战争疫苗的问题 指挥中心导致提出了 你施打BNT的话 其实如果你身体接下来出现 五大简讯 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 结果专家就表示说 28天之内出现像是胸痛 胸口压迫 心悸以及走路会喘 爬楼梯无力 甚至有晕眩 这样的晕眩这样的状况 有可能会就是心肌炎的副作用 这时候真的不要迟疑 看医生就对了 而另外呢 其实指挥中心刚提到 公布这一级41岁台中司机 他本身有慢性病史 那么他呢 其实在在8月24号 接种高端疫苗之后 你可以看到 连续26 28 39 2号 四度挂急诊 那不断听他的陈述反映说 心脏痛了13天 5号那么看到别人说 看到是不是还要去上班 结果6号被发现 已经在宿舍猝死了 而这样的青壮年族群 虽然有慢性病史 但发现状况 还让大家是提高警觉的 到底怎么回事呢 那么现在根据官方的说法 统计当中 包括像是在接种高端的 有71.6万是不良反应 那么看到呢 死亡则有12个个案 但是真正是不是有因果关系 那么指挥中心也说了 还需要查证 不能够马上来断定 PNT疫苗陆续抵台 学生族群即将开打 不过国外曾出现接种后 罕见心肌炎心包膜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提醒 如果出现胸痛心悸 心跳忽快忽慢 或是呼吸急促 走路会喘 昏厥等五大症状 就该立即就医 主要是发生在接种后14天之内 很少数的个案会发生在接种后 2到4个礼拜之间 它的发生率在第一季比较少 在发生在第二季的时候 那个发生率就会增加 男生的发生率比女生要高很多 接种疫苗所产生的副作用 全台湾有700多万人打完AZ疫苗后 10个人出现 隔零8例称呼群 也就是急性多发性神经炎 虽然通报率比例不高 不过国外已经注意到 开始加强监测 那至于台湾我们一直在 那个追踪 自打各种疫苗以后 可能受到关注的 不良反应的一个发生率 然后跟我们以前健保资料库的 一个被警值需求比较 一直到目前为止 多发性神经炎 也是被监测的项目之一 目前并没有比被警值 更高的一个警讯 台中则是出现接种高端后 首期死亡案例 是一位41岁的男性 有高血压糖尿病病史 8月24号接种高端 出现心脏不适 两天后到医院就诊 X光发现肺静润 经过医院治疗 没有出现异状 开始正常上班 却在9月6号不幸身亡 已与家属联系 后续将协助调集病理资料 送中央进行 仪式救济的救济审查作业 以离清死因 目前接种高端后 死亡人数达到12人 是否跟疫苗有相关 CDC还在研判中 这许凯迪潘新一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要求您的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